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在藏傳佛教當中的上師 不管是過去的還是近代的 都有出家中也有在家中 那麼有一些 不了解藏傳佛教的 或者是剛學習藏傳佛教的人 會覺得奇怪 出家人頂禮在家上師的時候 好像不是這麼的如法 到底應不應該頂禮呢 那麼在這點上 按照我們說 上師只要給我們傳過法的 當然如果他跟你沒有法源 就是他只是某一位仁波切 或者說是某一個閣西、看部 但他跟你沒有法源 或者說他剛好是借辣比你親 就是他可能只有殺咪 或者說他是在家人的話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你可以不必頂禮 因為那個不是您的上師 我們就是尊重跟恭敬就可以 但如果已經成為了師徒 我們已經有師徒的緣分的話 按照密稱的要求 按照一指上師的要求來說 都是應該要頂禮的 但是有一些情況之下 會有例外的開許 大家都知道 在我們學藏傳佛教的時候 一定會很強調 上師、一指上師、善之師 這個部分 所以會推薦大家要先學習 四十法五十頌 就是怎麼樣去恭敬的一指上師 這個翻譯有幾種版本 在過去的這個唐朝 翻譯直接從漢文翻譯成漢文的部分也有 那麼現在的翻譯 就是以前先翻譯成藏文 藏文再翻譯成中文的部分也有 裡面提到了一句話 一個記者說的是什麼呢 在家亦獲新生旅 未斷世間人的誹謗 承設佛經等之前 持濟戒者亦禮師 也就是說 我們按照的是 索拉吉看部翻譯的這個版本來講的話 如果說今天是一個剛出家的上師 或者說他是一個在家居士的話 為了避免世間人的誹謗 以及一些初學者 或者說一些聲文稱的行者的誹謗 所以如果要頂禮這樣子的上師的話 情況之下 我們前面最好放一個佛像 或者是佛塔 拿至於佛經等等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在頂禮的時候 外向上來看的話 人家會覺得好像是在頂禮這個佛像 但實際上呢 當然我們是 就是自己地址 作為出家的地址來說 我們自己心裡面想的是 還是頂禮上師 在這點上呢 是沒有任何的衝突也好 就是 恭敬上師這點上 頂禮上師這點上 永遠是一樣的 只是說在外向上 如果有一些特殊情況的時候 可以這麼做 所以這個的目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不是說我們發自內心的原因 而是因為為了避免別人 誹謗佛教 誹謗佛法 或者是誹謗上師的原因 有一些人現在就是大家的思想開放 接觸的資訊也很多 很多人他們對某些東西呢 不是這麼的了解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看到一些做法 他會有不理解的地方 然後會有一些流言蜚語等等出現 所以當然作為上師來說 有一些上師他們是很謙虛的 哪怕他是真的是得高望重的 比丘出家人 或者是證物的菩薩聖者 他還是會非常的謙卑 在前面放一個佛像 或者說一本經書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 怕這個頂禮的弟子當中 會有菩薩聖者 那麼有的人會覺得說 既然他都是菩薩 幹嘛還要頂禮這個上師呢 這個我們就要強調了 在這一點上呢 遵照的是所謂的依法不依人 也就是說誰給我們傳法 我們頂禮的是這個法 而不是這個人 也就是說誰給予我們傳法 誰對於我們有這種法上的恩德 那麼他就是值得我們去頂禮的 所以在過去的西藏傳統上面來說 哪怕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上師 哪怕他是一個比丘 如果他要接某一個傳承的法 或者說他要接這個 不管是灌頂也好 這個口傳也好 那麼這個法的持有者 如果他是一個在家重 或者說他甚至只是一個一般的凡夫 或者說是一個平民老百姓 放牛放昂的牧民等等 一樣都會去公信的給他頂禮 然後法座呢 也一定要給他鋪一個坐墊 不一定有真正高高在上的法座 是不是活佛還是仁波切 還是他外在的形象 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等等上面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種頂禮都是應該的 也是允許的 因為對法的尊重跟恭敬的緣故 所以有這樣子的需求 但是我們前面放了一個 這個佛像跟佛心 這個是另外一個原因 是為了避免世間人的毀謗 以前啊 在過去這個西藏有一個公案 就是有一個弟子 身為弟子的他 雖然他已經成為了一個上司 然後在一個草原上面 然後跟那個牧民們 很多牧民的辦法會 這個時候呢 他自己的上司 遠遠的從遠處走過來 然後呢可能穿得很破爛吧 然後可能這個勞碌奔波啊 所以這個衣衫藍綠的這樣走過來 然後他當場呢並沒有典禮 他就裝作沒看到這樣子 然後還是繼續給他的弟子 傳法呀 開示呀 做法會等等 等到事後 法會結束了 他才 私底下的到上司的 他自己的上司的面前 然後去磕頭頂禮 然後上司就問他說 你剛才為什麼在那個地方不頂禮呢 為什麼當作沒看到這樣 他就說 我沒有看到上司 所以就是沒有頂禮 但是因為他撒謊 他如果 他的心態是 其實就是為了四間八峰 覺得說我現在已經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上司 然後如果我還在做這樣的頂禮的話 有損我這個上司的威夷啊等等的 他有這樣子四間八峰的這種想法跟念頭 所以這個時候他撒謊 就是說他沒有看到上司 所以沒有頂禮 結果他兩個眼珠就掉下來了 後來呢 他經過的懺悔 然後上司原諒之後呢 他的眼睛才恢復如初 所以 如果他的心態 是為了 世間八峰 為了自己的明文立揚 這種情況之下 完全是不允許的 可是有一些情況之下是 開許的 或者說是 要自己用智慧去判斷跟觀察 比方說 有一些上司他現在在 某一些國家 某一些地區 不是那麼方便以出家人的形象 或者說以一個上司的形象 來弘揚佛法的時候 可能那個地方的 宗教氛圍比較嚴謹 或者說呢 比較沒那麼開放的時候 這個時候 如果 你看到上司很高興 然後就倒頭就敗 可能你的上司 可能會被人家舉報 或者說呢 會被人家這個議論 甚至會造成一些 當地造成一些不好的影響 還有一些情況 比方說 在馬路上 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如果上司就是覺得 這個地方不方便 不用頂禮 然後呢 作為弟子呢 也不用 這麼的執著說 又為了顯示自己的 恭敬心 尊敬心 在任何場所都去頂禮啊 禮拜 當然實際上的情況之下 密稱來說的話 你的恭敬心是很好 但是以這個末法時代來說 有時候我們要注意影響 不只是我所謂的影響 不是說我們自己的影響 作為弟子的 別人有怎麼看的影響 當然是不能去在意在乎的 我所謂的影響 是說不能影響到上司 在眾人之前的形象 我記得 紫哈姊看部在 吳明佛學院 老龍武明佛學院的時候 曾經也說過 就是你們在這個 比方說夏天啊 剛下過大雨啊 然後一看到他很激動啊 然後就在泥泥上面 這樣倒頭就敗啊 然後顯得他好像是一個 秦始皇 還是一個什麼霸君一樣 就是非常的 不慈悲的一個上司這樣 有時候這些 各種流言非語都會產生 所以對於上司的這個影響 我們也要看環境 看審時 奪事 看看這種情況之下 會不會對別人造成不好的觀感 還有說對上司的佛行事業 或者是他的生命 會不會有一些障礙 那麼這個都是我們作為弟子 應該要去考慮的 除此之外呢 有一些下列 也不能說下列 就是比較卑劣的事情來說的話 也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不是那麼適合做的 比方說幫上司洗腳啊 這種事情 如果是私底下 沒有人 或者說在座的人 都是自己比較親近的 都是一些懂得道理的 那麼我們做這些事情 不會有什麼影響的情況之下 那麼都是應該去幫上司誠事的 可是如果說在座有一些 不是佛教徒 或者說在座有一些外道徒 或者說剛出學入門的人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要考慮這種情況 做這些事情 是否會對上司 以及他的佛行事業 會有一些影響跟障礙 那其他的事情呢 其他的事情呢 基本上來說 不管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 只要他是你的上司 你們從他跟前得過法源 接過灌頂 口傳 教授對佛法上面的這個 惡法源的話呢 其他的包括 上司來的時候要先起立 上司沒來之前 幫他鋪設做墊 或者是打掃 然後是奉上我們的茶水等等 這些事情的話呢 全部都是應該盡心盡力去做的 這個就沒有任何的 應該要去考慮的地方了 因為作為弟子的 一方面我們的這種表現 也可以讓其他人學習 我說其他人就是說 非佛教徒也好 或者說是外道徒也好 就是說我們對法的這種恭敬 世間人對 都還有流傳一句話嘛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給我們當過我們的老師的 哪怕他只有當了一天的老師 我們都應該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的 去感恩他 感恩的不只是他的這個人 最主要是因為他對我們的這個教導 讓我們開啟我們的智慧的這種教導 所以更不用說佛法方面 他讓我們有這種解脫的甘露 讓我們明示我們的解脫之道 這樣子的一個恩德的上司 我們去恭敬城市或者是鼎禮 都是一個理所應當的行為 所以我們說如果你的內在的發心 純粹就是恭敬的心的情況之下 這些事情都應該是要做的 只是說現在的末法時代來說 有很多的情況 很多的不是像過去 這樣子這麼單純的環境 不像過去這麼單純的社會氛圍 那麼現在各方面的情況比較複雜 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 作為弟子我們 有時候是要考慮一下 對上司的佛行事業 以及對眾生 對乃至於整個佛教 是不是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麼除此之外 除了這一點以外 其他時候 都是應該要盡心盡力的 去成事頂禮恭敬上司的 好 那麼今天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恩大家 阿彌陀佛